我是李晓宁 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初次见面 大家会觉得我文质彬彬 一个典型的理工男 熟悉我的人 知道我喜欢挑战 爱折腾 我喜欢摄影 喜欢用相机记录 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能穿着白大褂 穿梭于实验室 也能记着围裙 做饭 洗碗 李晓宁 男24岁 甘肃人 中国地质大学硕士 地质工程专业 主持人 12位老板 HR专家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晓宁 一名在读的 工科硕士研究生 我本科毕业于 福州大学 本科四年 我做过学生工作 再过科研团队 做过家教 干过物流 拿过奖学金 获得过优秀学生干部 因为项目合作的需要 为派遣至清华大学 学习和工作 从事跨领域的 生物材料研究 在清华大学期间 我从零学起 掌握了各种实验技能 顺利完成了 导师教育的科研任务 目前有一篇 英文学书论文正在投稿 一项 创新型发明专利 正在申请中 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于 供应链 采购相关的工作 谢谢 你的性格好温婉 是 平时就比较平淡 他的简历好简单 你看各种荣誉 好像没有社会实践里面 对 社会实践 就是大四暑假的时候 在一个物流的门店 干过两个半月 你在清华大学 做的课题项目是什么 就是研究材料 对人干细胞分化的 一个影响大概就这样 能说明白一点吗 生活当中有没有对比 生活中还真找不到这个 那你今天应聘的是 采购和行政助理 对 我是相当于 跨专业找工作 你要转行了 对 你那个地质专业也不干了 不干了 大学学习基本就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一种 学习能力的培养 但问题是国家培养 你们这样的地质专业的人才 这个太浪费了 对 这个好像我特别不理解 因为你刚才介绍的时候 你还很自豪地说 你在大学本科的时候 还领导过科研的团队 对吧 你怎么就突然地就 就把这些全抛弃了 而且最关键是 你做行政就算了吧 中规中矩 他还要做采购 为什么要做采购呢 就是首先就是经过 这些年的科研工作 培养我就是做具体事务的能力 刚开始的 如果是门槛比较低 而且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务 我可能就是 谁告诉你 采购的门槛很高 采购门槛很高啊 对啊 又不是销售 太玩笑啊 小宁 谁害的你啊 让你干采购 什么就害的 你真的犯不了吧 他是不是那个医学 他自己说说采购是干啥 为什么要干采购呢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 也是学工科的学长 他是去那个 TPLink做采购产业 所以他说是 这是一个好的过渡的阶段 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 这是因为采购 就接触的面比较广 就是可以先从技术的学起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过渡的 在迷茫期的一个 很好的选择 所以就是也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机会 他赚多少钱一个月 六千左右 所以你也想干采购 你就说别的 我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我正好有个师哥 干采购还不错 那我就干采购 是这个意思吧 可以这么说 你对自己挺不负责任 我有个问题 你了解那个医学教育吗 不了解 OK 那我有个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我问你 我们平常都是看 上面叫异象企业 他自己前面写了个非 然后画了个括号 上面写了异学教育 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 就是菲尼蒙面试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的那个 异象职位是做行政 或者行政助理 而就是我以前看 我们节目的时候 就是那个陈总说过一句话 就是行政不能当一个职业 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干行政的话 就不能去那个优胜 但是我当时 把这个两个的老板 好像记哄了 就舔错了 原来是这件事 我那是优胜教育 你现在让我 对你做科研的能力 我简直有点 是啊 我很怀疑 我很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你想转行 我们是 我们不想做过多的评论 但是如果是干一行 恨一行 那我觉得是老板 特别担心的 比方说你做过物流 做过地址 做过生物 然后呢 你都表现出不喜欢 那这个会让我们 心里头特别担忧 因为我们就有可能 成为下一个 你要抛弃的了 因为经过六年的 努力 我发现 我到最后 我发现 我真的不喜欢这个行业了 工作太枯燥 我讲一下 我在清华这段时间 是怎么过的吧 基本上是每天 八点左右去 八点左右去 做实验 看文献 每天离开办公室 或实验室 大概就是九点到十点 而且是没有结架 一个实验 连续做一个星期 它不一定能成功 可能你下一星期 还要接着做一个星期 要耐得住寂寞 要不然总是 得不出成果 这里我觉得有比较澄清一下 就是每年最热门的专业 它过几年以后 一定会变成 就业最难的专业 往往当时 你可能读的一个 不太热门的专业 过几年以后 就特别热 比如说前些年 说学龙业 没人去学 现在变成了最热门的 学龙的 无极必发 学生物的 经过这么多年 枯燥的科研生活 我确实是对这个科研 没有多大兴趣了 所以才冒着 很高的风险去转 这样好吧 你看你素质也不错 性格也很好 对吧 只是现在有一点 稍微的迷茫 对吧 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的 特别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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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求薪资多少 6K 除了行政和采购 别的干吗 可以考虑 第一轮选择 还有四个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展示我的摄影作品 你还喜欢摄影啊 业余的 来 看看他的摄影作品 月亮 这个是大概去年 12月份拍的时候 看得特别清楚 我觉得就在北京 能看到这么清楚的月亮 很难得 所以就拍到下来 我们平常见到的 关于月亮的摄影 都是呈现的是一种 二维的就是平面的月亮 而我拍出的这个是一个 更立体感的月亮 而且把月亮表面的 各种 地貌特征 比如说月海 月阳 以及月球盆地 这会显示他的专业特质了 我觉得就是这幅照片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它既具备了艺术价值 又具备了科普价值 它其实是个挺热爱生活的人 发现美的人 我们一看的作品 感觉是那种独上高楼 然后望进天涯路的感觉 你不是说科普吗 科普在哪 它说了拍出了地貌特征 对吧 拍出了月牙 还拍出了啥 不是 月亮啥地貌特征啊 这些比较亮的地方 反光度比较高的地方 在专业词上叫月露 就是它的高度相对比较高 它的岩石成分是偏中酸性 就是它里面的 长阴质矿物含量比较多 反光度比较高 这都是小时候听过的 还有吗 比如说月亮的体积 相当于多大 月亮的体积相当于多大 相当于太平洋那么大 因为以前有过月亮分离说 这个说法 对吧 然后月亮 陈浩懂点 月亮表层以下 多少以下是金属 而且金属密度非常高 因为月亮整个的核心 是一个金属球 我觉得你讲的并不科普 我以前是雪地质的 这个我很了解 那你跟他变一变 你跟他变一变 陈浩陈浩你小心点 我是想表明 你要讲就讲出跟你专业相关 要么就讲出跟你求职相关 干嘛呢 硕士 我只是想简单地展示一下 我拍的几张照片 而不知道为什么 各位老板又会连想到 就是第一个环节的 关于我科研能力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一个才艺展示嘛 就是只是说我会这个东西 这边只是一个才艺展示 我只是想展示一下 我的摄影作品而已 没有其他的想法 你应该跟陈浩老师PK一下 专业你不是搞地址的吗 你要这个时候还这么软的话 你不要让他这么轻而语 就把你给对 有点男人气 来来来 说一下 说一下 就像我想先 大点声音 先纠正一下陈浩老师一个错误 很好 对 你说的那个金属层 不管在哪个形状上 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 就是我们 不管是地球 还是月球 它基本上都是以 岩石为单位 它的金属是以元素的形式 分布在岩石里面 很少会形成一个单独的金属层 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 风的一说 只是一个假设没有任何的 就是非常就是有力的科学证据 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因为月亮的来源都是推理的吧 那你说有几种科学的说法 你说的这个风里说是一种假设 还有一种就是捕获说 就是在一些彗星或者小星星 经过地球的时候被地球的引力捕获了 然后形成了它的一个卫星月球 我就知道这两种假设 此时我就想唱一首歌 都是月亮热的货 如果是一个专业的展示 我觉得 哎呀 这个没办法 现在就你这种性格和今天所表现的 都说明一切 就是你还应该回到你的领域当中去 别的的确没看出什么至少 小林你对那个人际导向一点不敏感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看他的人际导向 来 移人性中等 情绪稳定性也偏低 静责性方面中高还是可以 创新性他做科研这方面也是不错 主动性方面得分不太高 自我评价不错 以及能力自信方面也不错 职业定位偏低 也就是属于迷茫的 其他岗位不太适合 这个科研还是你的优势 在这说一下李宁24岁93年的一个小伙子 也不太像90后 当我们在跟一个24岁93年的小伙子说 你做科研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的时候 你去想想这个世界寂寞 这个世界诱惑有多少 不要说塌了 就说很多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在转行的时候都耐不住身边的寂寞 都抵不住那种诱惑 更别说塌了 所以他想动一动也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一直以来压抑太久了 你看压抑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就陈浩那样挤对他两句 他都不说话 那你说如果生活一直是这样的灰色的 他再这样生活下去 岂不是苦了他自己吗 这个时候他如果尝试一下 行又行不行再回去 我倒觉得对于他来说 也是暂时的一种解脱了 你说呢 是 是吧 我就看着你好难受 实际上我觉得小宁 他是理工科 其实这样的这个背景 可以让他去探究事物本身的本质 你最后在实习过程里边 在物流的门店里边实习 对不对 对 那么很多的物流企业 解决门店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你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 发现了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能讲出来吗 最需要改进的是这个企业的管理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曾经我们那个门店的客服 请了一段时间假 老板就让我去做客服 其实我们有一个货是从福州 发到郑州 然后大概是六七冬的样子 就是 然后到郑州之后 郑州那边就直接 没有跟那个收货人同志 直接就用过去了 当时那个收货人是一个女老板 六七冬的货嘛 系肯定要花很长钱 肯定要找搬运工 但是那个就是 郑州那边的物流公司 就很不耐烦 就直接打电话到我们这边来说 你马上给我解决 一个小时内给我系完 这是你们家的货 我司机还在那等着呢 我觉得这样 他这个处理方式就很不对 如果说我去处理我又会说 我提前一天跟那个收货人通知一下 我说我明天大概有个六七冬的货送过来 你先找几个搬运工 做一下准备 这样的话就是既能节省那个顾客的时间 也能节省我们自己的时间 你把这个建议给到你的老板了吗 给了 他执行了吗 没有 你没有去往前扑是吗 因为我就是一个 他实习啊 实习生 他实习啊 他有想法就不错了 也许这份工作未必能够干很长远 可能是最近的一段尝试 看谁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好吗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 弹琴不算感谢 来 给这位说清楚 古方红堂给你 实在没法定位经理助理的职位吧 先做我们运营部的这个经理的助理 本来呢 这个岗位是可以开到6K的 但是呢 在这个定位的期间 我这个薪水只能开到4K家 第一点是 我们是可以在北京和德州两地之间 是要来回转的 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什么 古方红堂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干嘛去 继续找工作 还找工作 你还是干你原来那个 其实这样迷茫的年轻人多了 都这样 他就是太年轻了 其实我觉得他很优秀的 给他两个月 让他好好地迷茫迷茫 好吧 行不行 好 记住啊 迷茫完了之后 该回归回归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我今天 求职失败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对自己 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但是拒绝那个 古方红堂 是因为他的工作地点不合适 我希望能在北京或上海工作 他们很多人说 我还是应该回去 去做科研工作 有时候说上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了 不需要说出一个 非常完美的理由才行 对了但真的是 我对科研工作没兴趣了 我还是决定转行 做其他的 好 好